好 每次賣場 蘋果又出現問題嗎 高雄這位民眾買了一盒草莓 回家打開發現 怎麼幾乎整盒都是壞的 已經發霉了 讓他覺得非常的誇張 那麼其他水果攤老闆就說了 進口草莓得經過繁複的手續 才能通關 再加上草莓是不耐放的 可能因此出現爛掉狀況 一顆顆新紅草莓 表皮坑坑八八 二無法接收的事 有一大半幾乎都發霉了 曹先生回家打開從美食賣場 買回來的這盒草莓 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品質 自洗的時候把那個頭剝掉 然後發現怎麼剝一顆之後 發現說黑掉了 那想說再剝另外一顆 就連剝三顆都黑了 曹先生22號到高雄一家美食賣場 買了一盒要價599元的草莓 裡頭大約30顆 當天拆封卻發現幾乎整盒壞光光 平常買水果壞一兩顆還能夠接受 但這個狀況實在太誇張 如果說家中有小孩 不小心吃到 那可能會比較會拉肚子 還是說有其他的問題 太陷害了 開口在那裡看不看有 介紹CP值來說是差不多 也有消費者表示 買過賣場的草莓 覺得品質沒有問題 其他水果攤業者則解釋 民眾買到爛草莓 很可能是因為進口時 破海關手續繁複 加上草莓不耐放導致 運的話 有時候在運輸方面的話 它會有一些問題 你不是說在那邊過來 就馬上又通關了 它會有一段時間 不要趕快刺掉這樣 酸酸甜甜的草莓 許多民眾都愛吃 但是異損壞的特性 讓人又愛又恨 下次挑水果時 可得仔細檢查 才不會買了一度子氣 記得蘇維婷成立國高雄報道